哈囉 大家好 我是收納幸福的廖迅 好 我今天講的這本書叫做 《理想生活的關鍵字》 這本書寫得非常好 那因為它其實已經出一段時間 可是我這陣子才看到 它是5月1號2023年5月1號 我這陣子才看完 你看我都把它看到爛爛的有沒有 這都是我熟摸到爛爛的 可見我有多愛這本書 因為它寫得非常好 然後這個作者呢 他叫卡欣 應該是這樣念吧 卡欣 然後它是那個 它有經營那個IG 然後它就是都專門在分享一些 極簡生活啊 環保減速啊 整理收納之類的 可是呢 它曾經也是一個文具控 直到後來 它看到那種極簡主義的文章之後 就開始對斷捨離感興趣 我就發現啊 就是像這一個卡欣啊 它就是 它就開始斷捨離 之後它丟掉了不感興趣的東西 比方說它討厭的事物 然後用俯瞰的視角開始檢視它自己 這個東西真的有必要嗎? 那我真正想做的是什麼? 就在剛剛 就在剛剛我為什麼會是有點手忙腳亂的原因 是因為我老公呢 他在樓下整理他們的酒櫃 你知道長輩的酒櫃都是很爆炸的 然後他就開始 因為他要放一台大的電視 然後要把酒櫃的某一個部分拆掉 所以他就開始輕輕輕輕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收收 那他就發現有很多那種古早以前的東西 然後就斷捨離 然後就差很多 所以其實你認真想一想 檢視一下自己 這個東西真的有必要嗎? 我真正想做的是什麼? 就差很多 他說這個過程啊是去無存經 就是沒有改變他的喜好或風格 但是他找回了原本的自己 我相信啊 如果你有長時間在斷捨離的人 你會發現 你越斷那些你不需要的東西的時候 越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雖然 像就是廖仁君老師說的 就是整理不是丟東西 可是整理是找出你要的東西 但有的人他真的不知道他要什麼 我就是每一個東西看起來 哪怕是一個塑膠袋 我都覺得我一樣 可是當你反過來想 好 那我不要什麼 也許你的思考會不一樣 對這本書真的很棒 然後呢 這個卡欣他說啊 他覺得簡單生活的好處就是 他會得到一種餘裕感 他有自由的生活 然後空間的餘裕 欸 空間大有夠爽欸 你知道嗎 當你空間很大的時候 大空間過得舒服 但是你就算換到小空間 也會很有彈性 所以無論你是過怎麼樣的空間 都能在自在的管理你東西的數量 我先跟大家講 你以後如果家裡真的超亂 你真的很不爽 很多時候是你的東西超過你可以控管的數量 也許你現在就可以開始聽著我的直播動起來 好不好 真的 當你的東西 就像卡欣說的 有鬱鬱的時候 不會被塞滿滿的時候 有適度的留白 你就不會被這些東西干擾 你回家會很不爽 就是每一個東西都在講話 每一個人的東西都在爭取你的注意力 欸 看我看我 然後你會很痛苦 可是當你的東西少了之後 你在哪裡做什麼事 這件事就非常明確 坐在餐桌吃飯 可是你想喔 你餐桌都爆掉了 然後椅子上掛衣服啦 然後上面滿滿的 像有辦法坐在那裡吃飯 對不對 所以你的那個動作就會不明確 然後你的家裡就變得很含糊 所以如果像他講的這樣 你可以適度的留白 然後控管你的東西的數量 其實你就不會被物品干擾 好 這個呢 是空間的餘裕 再來就是金錢的餘裕 有錢 誰不要有錢 大家人都想要變有錢人 對不對 但是有錢很棒 可是如果沒有工作的時候 你也可以享受自在的生活的時候 就是你金錢上的餘裕 也許你可以 不用像以前這樣 花那麼多錢 但是你也可以過得好 這也是很厲害的 像他就是 擺脫固定的工作模式 然後用自己喜歡的方式來賺錢 然後把錢花在刀口上 講真的 每一個人都說 我沒錢 我很窮 我覺得我就是每次都存不到錢 可是我說真的 當你學會斷捨離之後 你會發現 你不是沒有錢喔 你是把你的錢花在很多東西都在買 不重要的東西 我上次問了很多大家都在買什麼 有人買鞋子包包啦 或是家庭生活用品啦 廚房用品啦 食物啦 買什麼都沒有關係 可是你會發現 當你買過多 那個就是浪費錢 你的錢就從這個缺口跑出去了 所以很可惜 所以如果你是知道自己要什麼 你把錢花在刀口上 其實你會覺得很划算 舉個例子好了 像現在我就是飲食正常 我覺得每天都要自己燙一些青菜啦 吃一些像牛在吃的東西 真的很乏味 可是 我發現買菜花了很多錢 然後我就覺得 哇賽自己煮嘛 不可笑 可是 當我 就是 把錢花在我健康的食物上面的時候 當然 同時我就借掉了飲料啦 糖啦 這些 就是我吃很多零食 然後飲料 欸 借掉飲料的錢 剛好拿來補這個健康 就是買蔬菜啊 然後買什麼的錢這樣 欸 欸好 還賺到 所以你試試看 也許你把這些 就是 亂買東西的錢 拿過來買正確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過得更快樂 你省下來的錢 可能去上課 去充實自己出去玩也可以 這是更好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時間精力的餘裕 你減少選擇 不用隨意的浪費你的注意力 我想真的 每一個人都很討厭選擇東西 就舉剛剛的例子好了 樓下 我大姑 然後 她老公 然後我公公 然後我小叔 然後我老公 一堆人坐在那裡 對不對 從頭到尾 這半個小時之內 大家的話題都是 欸 要吃什麼 要吃什麼 不知道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 要吃什麼 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想要做決定 太煩了 所以你想 你的東西越多 你要做的決定就越多 你真的很阿長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讓你的東西變少 你不用花這麼多的精力做決定 你看 每天要吃什麼 穿什麼 然後 要決定很多很多事情 真的很耗費你的腦力 那當你的時間變多的時候 你不用再決定這麼多東西 你時間就變多了 有屬於自己的神聖的空間跟時間的時候 你就可以學會傾聽自己 而且你可以避掉這些分心的干擾 然後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情 好 當然還有 就是心靈的餘裕 如果你在簡單生活上的話 你心靈的餘裕就是你會養成一個開放的心態 沒有絕對跟一定 像上一次我在直播的時候就有提到 我以前是一個很 很 怎麼講 愛恨分明的人 就是我認為 好人就是好人 壞人就是壞人 這件事情就是對 這件事情就是錯 可是好人裡面也有壞人 對不對 然後壞人裡面也有好人 就是沒有什麼是一定跟絕對的 所以當你斷手禮久了之後 得到了餘裕之後 你心靈上的餘裕是 也許你會想 我放過自己也放過他人 所以很多時候 九成的煩惱都是不必要的 你可以把這些負面的能量 化為你的動力 所以也許你現在面對你家的空間 你真的很阿扎很無尊 可是如果你可以稍微動起來一點點 哪怕是把一個櫃子可能轉一個方向 或者是把一個抽屜裡面清乾淨 你就進步很多了 然後如果你真的移動櫃子 或者是你覺得你家很K 不知道怎麼弄 來上廖哥補習班 你只要花九百九 你就可以把你家 變得調整跟新家一樣 很有效好不好 直接廖哥補習班給它抱起來 你看你是哪一個空間亂 比如說你廚房很亂 你怎麼你 你主臥室很亂 你反正你亂哪一個 你就抱哪一個 並不用全部都抱 你就選一個 當你一個有效果之後 你就可以把其他的空間整理得很好 我相信那種 整理好的動力跟信心 是可以帶來很大的力量的 好 然後 他說簡單生活 其實就是把身邊的資源再分配的過程 我覺得這句講得非常好 超想給他筆記 欸你不要不要留言一下筆記 簡單生活就是把身邊所有資源再分配的過程 很多時候齁你家一團亂 然後你根本看不到 嗯我有什麼 然後就欸我好像沒有 我好像沒有鹽啊 然後又去買鹽 結果發現家裡有三包 因為你的資源放在一些奇怪的地方 然後就沒有重新好好的利用它 可是當你的東西減少了 你簡單生活的時候 這些東西全部重新分配到你的生活 我只要什麼東西 這就是更好的 然後所以物品的數量不是重點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極簡的人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書櫃 看過我的衣櫃 你就知道 我並不是衣服很少的人喔 我也不是書很少的人 可是我是選擇性 選擇我要犧牲什麼 也不是犧牲什麼 應該說我不要什麼 然後我要什麼 比如說 我有這麼大的房間的空間 我有這麼大的衣櫥 我想要放我喜歡的衣服 可是 我會用空間限制數量 當我的衣櫥爆掉 或是我衣櫥放不下 我一下掛不下 我就會把東西都淘汰出來 當我的書櫃 我又買了新書 然後我的書櫃滿了 我就會把可能50本一組這樣整批 全部再捐去圖書館 我讓這個東西是可以無限循環的 所以我不是一個極簡的人 可是我覺得 我的生活有我喜歡的東西包圍 是很快樂的 不一定要做到極簡 你只要過得好就好 重點是我希望你過得好 這很重要 好 那整理的時候啊 我們整理物品 時間、空間、心靈、金錢 這些東西都得到餘裕的時候 你就會很舒服 所以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理想生活的關鍵字 他就有提到 他自己的理想生活的關鍵字 就是簡單 從物品到身心靈 都有意識的取捨的時候 留下最重要的人事物 生命很難講 很多時候我們真的不知道 人什麼下一秒就飛走了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把你的焦點放回你的身上 就真的差很多 舉個例子 我好了 我最近在減重嘛對不對 應該說減脂 然後我就發現 我就可以慢慢的了解我自己的身體 我的身體變成一個很敏感的東西 我今天如果吃到一個醋的東西 我嘴巴整個腫起來 然後舌頭很麻 就吃到那種調味很重的 可是明明以前我就吃大辣 然後都吃一些很不健康的東西 然後吃很多零食吃很多甜的 可是當我的身體重新恢復設定之後 突然覺得 恩 他好像可以馬上分辨 呵呵呵 然後再來就是 第二個關鍵字是專注 你要專注才能投入其中 很多時候我們都希望我們自己是一個 恩 很用心 然後專注力很強 然後可以把 不會受到其他干擾的人 可是你的生活周遭 你的桌子這麼多東西 就是你的干擾來源 你如果現在沒辦法斷小鈴 沒有關係 你把它進空 你把桌上的東西都收到抽屜裡面 然後抽屜 如果你有兩個抽屜 你就分一邊都是雜物 一邊都是紫類 這樣就很清楚 大概分個兩三個方向 這樣就好 不用收太細 可是你在找 比如說我要找一個筆記本 你一定會去紫類那裡找 它就不會出現在雜物那裡 那你就可以整理得非常好 所以其實 我覺得不用分太細 我認真覺得不用分太細 很多時候 你之所以整理不好 是你給你自己定的規則 把你自己搞死 所以 如果你的東西減少了 你的專注力就會提高 再來就是 你可以創造餘育 它第三個關鍵是餘育 當你的生活 創造了這些餘育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然後就可以享受自在的生活 這樣 好 然後當然 我們要斷手離 或是整理物品的時候 第一步 我們要簡單生活 一定要先從整理物品開始 那整理物品的時候 然後我們希望物品帶給我們正面的意義 所以不要成為物品的奴隸 有的時候 我去道府 你也知道大家都知道 我很愛去道府收納整理 可是我每次去道府收納整理的時候 我都會發現 有一些人真的變成物品的奴隸 你明明知道那個東西 你沒有在用 你也知道你不需要 可是你會因為它很貴 或者是因為那誰誰誰送的 因為很奇怪的一些原因 然後你就會 沒心老了好了 然後你老了到底要做什麼 你要不要問一下你自己 是那個東西在控制你 還是你控制東西 你要想清楚這件事 因為很多時候我發現 你們動不了 丟不了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你成為物品的奴隸 你被它附加的東西困住 可是那個附加的東西 附加的意義是你給的喔 你要先想清楚這件事 比如說 這件衣服啊 我婆婆給的 我怕她罵我 你根本不是喜歡這個衣服 你是怕她罵你 所以如果可以 你是不是反過來 我要怎麼樣不會被她罵 好 那我也許把這個東西 就是先帶回婆婆家 如果我有去的時候 我就去婆婆家的時候才穿 然後她也 她就不會罵我了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不要成為物品的奴隸 而且物品要使用 才能展現她的價值 這個我大概講一百次 我覺得東西生產出來 就是要給人家用的 所以 如果你把它放著 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好 舉個例子好了 我最近喔 就是 呃... 自從開始減脂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手非常的乾 無限的乾 然後就覺得 手好乾喔 有夠煩 然後我就開始把我家裡 所有的護手霜 全部都拿來擦 結果擦著擦著 就是把那些 一百年都用不完的護手霜 全部都擦完了 全部都擦完了 超誇張 然後就突然有一種 非常感謝這些護手霜 謝謝你們就是 在抽屜這麼久 都一直在等我 然後我現在好好的 把你們用完了 然後謝謝你們 離開我的生命了 然後我會 再買新的護手霜 然後好好使用 欸 公平護手霜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一個 我這個人不囤貨的 但是 這個我已經用完了 這個很好用 這個是我去那個什麼 呃... 全聯買的 它叫什麼皮博式的 聽起來很像很熟 可是超好用的 為什麼 我就買了很多條 我買了四條 因為我幾乎 會每天都覺得手很乾 我一直用 然後它是不會黏的這樣 很好用 我不是業配 這是好用的 幫我自己去買 然後 所以 物品要使用才有意義對不對 你看我這些千百年 放了N九... N九年... 應該說N年的 那種放很久的護手霜 我一直都沒有使用 可是現在我需要它 我把它全部都用完了 然後看它們乾乾扁扁的 然後丟到垃圾桶 就覺得 謝謝你們 就是有使用真的很好 我相信它們也是 等我很久了這樣 還有 如果你的東西 在頻繁使用的區域 就是你每天一定會 坐在那裡用什麼東西的時候啊 大多那些東西 一定是你最常用的 不可或缺 所以其實你不用花太多時間 整理它們 你只要挑出不常使用的就好 比如說你每天都會 坐在這張書桌上 你會用筆電 用你的筆等等 那你就只要把這一區 因為一定都是你常用的嘛 那不常用的挑起來就好 也許這裡有一罐什麼東西不常用 然後清掉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再來 擺脫物品的好壞 來 就是用物品的好壞 來取捨 很多時候我們會是這樣 比如說 啊這個 這裡面還有捏 這個好好 這不可以彈掉啊 就我們會用好好來決定 可是你去想 你是覺得這個東西好或不好 比如說 我覺得這味道有點人工相親太重 假設啦 我說假設我覺得這個很臭 那其實你並沒有喜歡它 所以它才會一直放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把它清掉 很多時候是這樣 我們就覺得 啊這個星星 可是你知道嗎 物品再新再好 你用不到 就沒有感情 你對這個東西 它跟你不熟 就可以把它斷捨離 因為它再好再新 你跟它沒有感情 也沒有交集 那其實 這個東西在你家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可以把它送給更需要的人 總之 我覺得有一個方法 這是我自己說的 就是 只要你認為那個東西啊 有一點可視 或者是 有一點讓你不滿意的點 那個東西都可以離開你的生命 比如說 嗯 好 舉個例子好了 某一個護手霜非常好用 可是很黏 那你就會因為這個很黏 你下次就比較不會用它 那個東西就可以離開你的生命了 好 那如果你要篩選東西的時候 可以分成四種 我覺得這個它是分的比較細啦 就是喜歡會用的你就把它留下 然後喜歡不會用的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用 或者是把它斷捨離 欸 喜歡可是不會用 比如說 名牌包是喜歡啦 可是很少用 那不會用對不對 我不是這樣丟掉 你如果真的喜歡 你現在每天都背 好不好 你名牌包你喜歡 你買了就要來用 不是把它當成 就是一個貢品 然後貢在那裡 是要做什麼 對不對 所以如果可以 你喜歡就拿出來用 那你用了你就知道那個感覺是什麼 啊 我覺得好重喔 我覺得不好背 我覺得 對 只要有可適的都是可以 就你知道 可以轉送轉賣之類的 好 所以卡欣說 就是喜歡或不會用的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或斷捨離 然後再第三個 不喜歡 可是會用 通常這些東西 大概都是日常用品 所以你未來 就可以考慮把它淘汰掉 比如說 喔 我不喜歡這個拖鞋 可是我每天可能要穿這拖鞋 好 等到這個拖鞋壞掉的時候 你就去換一雙你喜歡的 或是說 我不喜歡這腳踏墊 但是現在會用 好 也許等它有點破爛的時候 你把腳踏墊丟掉 然後換一個你覺得 比較吸水 比較舒服的 總之就是 就是如果堪用的 好 那你未來就可以考慮把它淘汰 再來就是 不喜歡也不會用的 那你就直接先斷捨離 如果你看了 就覺得很阿咋的 那東西真的可以不用存在了好嗎 好 然後再來就是 他說 他們老家有很多東西 是他一年沒碰的 然後 比如說他有15箱的學生包裹啊 然後他就全部把它拆掉 然後 把它分成要帶回台北的 要送人或拍賣的 然後要回收的 然後直接丟掉的這樣 然後所以 你如果現在覺得你現在住的這個房子 是你後來住的 就是說 比方說你結婚 然後生活在居住的房子 所以有很多是你需要的 那你要不要回老家試試看 因為像最近我們在一日一捨的社團 就有看到 好像是米手吧 他就回去他的老家 整理他娘家的媽媽的東西 然後整理他自己的東西 欸速度快很多 因為你知道嗎 你回去你家 你可能已經 十年沒有住在那裡了 然後你打開抽屜的時候 就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東西 那你其實那些東西斷捨離的速度 你就會比較快 當然也是會留下一些 就是少女時代比較珍貴的 比方說情書啦 什麼漂亮的照片那一類 可以留下 可是絕大多數的東西 你都用不到了 比方說筆已經斷水了 然後什麼 已經黃掉了 呼吸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斷捨離 這樣 所以當你真正選擇要留的 其他東西就可以一律丟棄 好 再來 整理完 他就把他老家那15箱的學生包裹整理完之後 他沒有不捨 然後也沒有罪惡感 反而是有一種釋放身上的壓力的這種感覺 所以他就覺得 哇 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暢快感 而且他在抉擇的時候喔 選出精英 就是極簡主義是保留 保留下來的物品狀態 跟你保留下來物品的東西對不對 保持一種緊密的連結 然後當你的東西被擺出來 然後頻繁的使用的時候 就是你就可以感覺得到 哇 這個 這個就是極簡主義帶來的這種美好 是多棒 你每一個東西它都有它的意義存在 你每一個東西都排列整齊 然後被頻繁的使用 甚至他們被擦得一成不染 你可以感覺到這個主人很花心思來用心維護 那你呢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也許你的東西非常多 他們也有擺在那裡 可是他們生了一層的灰 你到底有沒有在用它 其實你是看得出來的對不對 而且你可以知道 嗯 它有沒有受到你的愛 它有受到你的清點嗎 沒有 那沒有 真的你要好好想一想 你真的有需要嗎 例如說 你真的把整排的指甲油擺在那裡 真漂亮 可是你常用的就是那一罐 其他的都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怎麼樣 就是 嗯 等於是好像他旁邊的其他朋友 然後一點意義都沒有 襯托系列 那如果是這種 你要不要選下精英就好 好 再來呢 就是列出你的精英特質 比如說你家裡面喔 你打死都不會丟的東西 一定有什麼共通點 比方說 它帶給你的感受是什麼 好 假設我睡覺一定要抱一隻娃娃 這個娃娃我真的愛得要死 好 那它帶給你的感受是什麼 例如說你先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是絕對不能丟的 那它帶給你的感受是 比如說我覺得它特別好用 特別順手 然後我特別愛它 我喜歡它的味道 我喜歡它的觸感 等等 你去了解 這就是你的答案 然後 如果你有一份就是精英清單的話 未來你斷捨離 或是準備購買的時候 都可以拿來評分 所以呢 你可以問一下自己 好 然後就是未來啊 就是如果你要斷捨離 或是精準購買的時候 都可以拿出來看看 喔 我也許是特別喜歡哪一種 然後再來 你可以問自己 有四個問題 如果你要斷捨離的時候 你可以問你自己 使用上是否順手 比如說物品的存在的目的是 應該要被使用 如果你有使用上的缺點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看一下 就是也許這個東西 讓你覺得不順手 然後不好用 那你怎麼樣才能好用 你會更清楚 那如果無法獲得滿足 就是你每次用這個東西 你覺得不好用 那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斷捨離 去用一個更好用 去找一個更好用 很多長輩齁很愛遷就 比如說這個工具明明不好用 可是他覺得他買了 他就是想要用 可是他說不知 如果他把這個東西送人 或斷捨離 去買一個更順手 這個更順手 也許他可以用10年20年更好 好 再來 你的首要判斷就是 實用性 然後頻率 跟有沒有缺點 這個 有無缺點 實用性 頻率 有無缺點 你只要用這三個去評估 其實你很多東西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東西 可以離開你的生命了 這樣 好 再來呢 願意花時間在他們身上嗎 你這些東西 你願意花時間 要妥善的照顧 才可以使用長久 那你願意花時間在他們身上嗎 還有 你越愛一件物品 就越願意為他付出 所以如果你沒有愛他 其實你真的是 把他當作垃圾一樣 丟在旁邊 說到這個 我前陣子去了一個家 他們很愛撿別人的家具 然後很愛把東西 囤積了非常非常多 可是神奇的事情 是當我們去他們家 然後說服那長輩 欸 他們家簽出超多東西 我覺得應該有兩台垃圾車 然後 不好意思 他打開 就是他們清出了很多的 垃圾 然後回收 然後清出很多很多東西 然後那個爸爸 從一開始可能有一點點 覺得都要 到後來對不對 我們從很糟糕 狀態很糟糕 例如說 已經沒有蓋子的餅 只有都已經沒水了 或者是 已經結塊的食物等等 像這一類的 就是很明顯不能吃的 他願意從這裡開始丟的時候 其實到後來 他大東西就會丟了 好 再來 嗯 他的存在就是一種療癒 如果你那一個東西啊 是 你只要看到它 你就會心情非常好 它是一個漂亮的東西 光是存在 你就算不使用它 你看到它 你的心情很好 這個也要留著 然後再來 想要跟別人分享心得跟故事 就是你心頭好的物品的話 你會想跟別人分享你的經驗跟心得 這一個東西 就會頻繁的創造你美好的回憶的 這個東西一定要留下來 舉個例子 我剛剛說的好用的護手霜對不對 我就想要馬上跟你們分享說 這個護手霜不黏膩 然後又很舒服又很滋潤 就是類似像這樣 如果你有這一類的東西 請你一定要留下來 就是你喜歡的 你真的巴不得推坑給所有人的這種 就是 你一定要留下來的 好 再來他有提到 各種斷捨離的大魔王 比如說 就是 他自己來說 伊卡欣自己來說 他說他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所以他一定會把所有東西都埋齊 然後再開始 結果他就三分鐘熱度 比如說 然後他過去很沉迷手霜這種東西 然後他找旅途的門票啊 紙片啊 車票啊等等 他都覺得這些都是素材 我到時候就可以拿來做我的手霜之類的 然後 每一次看到這一包東西都覺得 啊 提醒我要寫手霜 可是一年過去了 沒有時間寫 那為什麼還要留呢? 而且 如果未來想寫 那你下一趟再寫 比方說你去金閣寺 好漂亮喔 可是下一次你還是可以去金閣寺 所以你真的想要寫 下一趟再寫 當然他就把他這些東西拿票券什麼的 通通清完的時候 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原來這些東西 其實給我這麼大的壓力 放不下 不是結束 而是給自己重新開始的機會 所以很多時候 我覺得 嗯 你 你會 讓你產生壓力的東西 你要去想一想 這個東西 真的 我真的有必要去做這個任務嗎? 比如說我自己好了 像我之前有一雙靴子 然後非常好看 是我弟弟送我的 然後跟很高 基本上我不太會穿這麼高的跟 可是真的很好看 然後又很貴 因為那好像那是我的靴子 然後我每次看到我 然後我就會提醒我 欸你要穿一下這個靴子 但是我就是都沒有機會可以穿 那我就會覺得很愧疚 結果久而久之 這個愧疚感一直上來的時候 我就在想 這個東西帶給我的負面 比正面還多 我真的需要它嗎? 後來我就把這個靴子捐贈出去的時候 給一個會穿這麼高的靴子的人 然後又很常穿 我突然覺得 哇!真的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所以你試試看 你去看一下你保留的這些東西 啊!我這個到時候還要做一下 小朋友的什麼剪貼啦 我這個還要做一個我自己的作品集 我還要弄什麼 每一個東西都是你的未來計畫 都佔據你每一個時間 你壓力超大 所以如果可以放下就好了 所以放下不是結束 而是給自己重新開始的機會 這真的講超好 像這裡有提到 如果沒有看的書籍也可以果斷的放手 不要再騙自己 因為真的不會看 所以需要的話 你真的有一天需要你再去買回來 我自己啊有一本書 我就是之前有段手禮 然後之後我又再把它買回來 因為我真的覺得蠻好看的喔! 哈哈哈哈 好!所以你看喔!過了這麼久到現在 你從你買了到現在過了這麼久 你都還是不會想看的話 就代表其實書有賞味期限 你過期了還硬吞的話 就是只有痛苦而已 在那個時間點 你們相會的時間點 你沒有跟他就是好好的培養感情 那基本上你們就沒有緣對不對 沒有緣然後就掰了 所以反而有一天 你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書的時候 那看特別起勁馬上就會想把它看完 好!所以像這樣子 你買過的書很久都沒有看 甚至從頭到尾都沒看 你就可以跟他說再見 所以你要認清 重點來了 認清自己沒時間 你就是沒時間 很多人都跟我說 這個我以後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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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都沒空 你說什麼以後 沒有以後 我的意思是 你現在這個當下 你都已經忙得要死 你連你家都整理不好 你跟我說你以後有空 你沒有空 好不好 你就認清你真的沒有時間 沒有機會可以使用 把它轉送或轉賣給其他人 給需要的人 等你未來真的有想要用 然後 或者是說 你這個當下 你就說 噢!等我有空我再用 沒有!如果你真的想要 你現在就拆開包裝 你現在就用 你真的想看 你現在就看 我最喜歡逼迫別人 也被逼迫別人 給別人一個作業 就說 他說 啊!這本書喔 這我 我買了三年 我都沒看 沒關係啊!等我有空可以看 我就說 沒有!從現在開始 你每天看兩頁 我明天就打丟給你 然後他就壓臉 大家就真的每天都有看這樣 你要留就要看 你要留就要用 好不好? 這真的很重要 還有 如果你真的想用的東西 你就直接把包裝拆掉 每一次喔 我們遇到那種 很愛唬爛我們的客人 就跟我們講說 這個我會用啦 然後我們就會立刻把他的東西 包裝拆掉 然後傻眼 我們為什麼拆開他的包裝 因為我就是要 你現在就用 你如果不拆那個包裝 你永遠就是放在那裡 等十年後 我再來你家 這個東西還是在這裡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的包裝拆開 放在一個他床頭上面 就說 好!你現在就開始用 然後 他當下也會傻眼 就說 欸!為什麼我拆到包裝 可是後來還會有一個感覺 原來 拆開包裝 就是要提示你自己 此時此刻就是要用 因為 只要有包裝 困著 包著 你就會覺得 改天 好不好?再改天 還能拖 等到最後你十年後覺得 天啊!我這面膜喔 買了三十幾片 然後一片一百多塊 然後我現在一片都沒敷 對不對? 那我把你包裝全拆了 你非敷不可 好! 再來就是 有一天衣服 總有一天會穿 如果你有那種 總有一天我要穿的這種 你立刻穿出門 隔天就穿 只要你覺得哪裡怪怪的 當下就會反應出來 比如說 我覺得我的肩膀這裡太卡 我覺得我腋下這裡不順 然後你一回到家 就可以立刻把它送出 從捨不得 馬上變成一種解脫 總之我們會有很多那種 放在那裡總有一天要穿的衣服 你就接下來的每天都穿這一系列 每天你一回到家 你就可以知道那感覺 就 啊!我出去都覺得好感覺喔 我應該把它斷手裡這樣 好!再來是 回憶殺大魔王 就是比方說卡片啊 信啊 畢業紀念冊啊 這一類的 或者是什麼 偶像周邊啊 我就送了很多偶像周邊 以前你喜歡的 現在可能不喜歡 可是那都是你砸大錢 砸時間下去弄的 你會捨不得清掉 但是 如果你把它清出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給有需要的人是更好的 所以 也許我們在整理這個 回憶大魔王的時候 我們會陷入回憶 像比如說卡欣好了 他說他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日本的學生證 一個是在留卡 這兩個東西呢 都在 提示他 他過去的努力 可是他突然想到 欸!對齁 我一直留著這個東西 我是想證明什麼 好像 就是證明我在日本生活過 那 過去的努力 不會因為丟掉他們 就消失了啊 因為過去造就了 現在的我 這我之前也講過 以前 很多人都會說 我那些豐工偉業 我以前的獎狀啦 我的獎盃啦 我的作品不能丟 因為這樣才可以證明 我是一個很優秀的人 說真的 丟了也不會怎麼樣 就是因為以前的優秀 才有現在的你 現在的你更優秀 你要這樣想 所以那些東西 都不重要 你不可能遇到每一個人 就說 欸!你看!在外獎狀 我一直在 什麼什麼比賽 我做厲害 我做穩 我做穩100分 一點都不重要 就是因為你以前的做穩100分 你以前什麼很厲害的比賽 造就了你現在這樣 很棒的你自己 這樣就夠了 好不好? 所以不要再留那些東西 那些豐工偉業 都已經在你身上了 現在的你就是最好的你自己 這樣想就好很多 好!所以 你不用靠這些東西來證明 再來 最佳解法 累積經驗值 你這個東西 你知道 斷捨離這種東西很難講 有時候齁 你只要時間到了 你就突然想通 現在我在那裡苦口婆心 跟你說這麼多 你不動 我沒辦法 可是有一天 也許你又重複看了這一個直播 突然覺得 現在就是斷捨離好時機 你就動起來 總之就是時間到了 你就會想通 你就可以破關了 好嗎?我等你 不然你就來上廖哥補習班 呵呵呵 好!再來最後一個就是 大長老魔王 就是還可以用 可是不想換的東西 欸!你們家一定有很多 還可以用 可是不想換的東西 舉個例子我媽好了 他有一台洗衣機 那個面板 因為我們家在山上 面板都已經看不見了 那個按鈕都已經破掉 只剩下裡面一根梗 就像茶葉梗這樣 他就用觸感好不好 用觸覺大概知道 然後記得在那 記得 欸!我還記得這是 這是什麼 在啟動 都只能用拆的 都只能用拆的 然後一直告訴我 這還可以用 我說是可以用嗎? 不對 又很難用 很難用欸 然後所以我又買一台新的給他 可是日同有新的時候 他就真心覺得舊的真的好難用 都要用拆的 然後不好用 然後看不出來 所以如果你有那種還能用 可是不想換 其實你用起來已經不舒服了 你會因為習慣 或是他還能用 放不下 但是你一定覺得很害怕欸 一定哪裡覺得怪怪的 可是說不上來 比方說這雙鞋還能穿 那就是很磨腳 或是說穿起來就覺得走路有點痛 只要有那種哪裡怪怪的 都是在提示你 所以你要找新的接班人 就像我說買一台新的 你就覺得新的好用一百倍 買一雙新的鞋子 原來就是舒服的鞋子 穿起來是這種感覺 認清這之間的差異之後 你就比較容易放手 我講是這麼粗 理想生活的關鍵字 可是我現在才講到 第二條 欸第三條 我的那個 就是新制圖的第三條而已 所以你看這內容有多多 真心覺得齁 我只講了一咪一咪 希望你們可以買來看這本 寫得非常好 而且我覺得我有很多理念都跟他一樣 然後他說 你要打造一個享受斷捨離的體質 因為斷捨離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很多人都覺得斷捨離一次就好 不好 我到現在都還在斷捨離 無時無刻都還在斷捨離 我最近呢是脂肪斷捨離 體脂肪過高 所以脂肪斷捨離 那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覺得公斤數很重要 其實你幾公斤不重要 你的脂肪 低脂肪才是 就是那才最重要 所以我就看 啊我體脂肪從29.6 欸29.6很高喔 就是大塊 就肚子這一圈真的是很誇張 遇到粉絲他還問我說 你懷孕了嗎 對我懷孕啊很難過 然後總之就是 你斷捨離到某一個層次的時候 也許你就會發現 欸也許我也可以來 脂肪斷捨離 或是人際關係斷捨離 從物品已經到達其他的境界了 真的一生都在斷捨離 真的 然後 所以當你把不需要的東西清掉之後 你就會發現 哇這個空間真的太療癒了 真的就會養成習慣 嗯就是你抱持什麼樣的心態跟印象 如果你認為斷捨離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那這件事就會變得很痛苦 可是你用一個祝福的心態 把你不需要的東西捐贈給有需要的人 是很快樂的 就像我現在 我覺得我每天吃的東西都超難吃 都像牛的食物 可是我感謝這些食物 讓我變健康 突然也覺得沒那麼難了 就是自己煮的都 你知道 無味無感性啦 超難吃 牛的食物 好然後再來 正向思維 不要去想著丟掉東西 好可惜好虧 就好浪費錢 然後 你聚焦在丟掉這些東西之後 可以帶來正面的效應 一樣的啊 我剛剛講的 我如果聚焦在 我的東西都好難吃 我好痛苦 我覺得減肥很煩 就會很痛苦 可是我用一個感恩的心態 謝謝這些食物 讓我變健康 謝謝這個水 讓我的身體代謝變好 謝謝我的 所有一切的 物品的功能是被使用 所以你的一件物品 等於一個代辦事項 我剛剛講的 你的時間真的不夠多 很多人說 啊我之後我之後之後 沒有之後 你現在就做 那你每一個東西 越多你的代辦事項 越多 之前我的演講有講到 你的時間越 你的東西越多 你的時間越少 每一個空間從你獲得 然後清洗購買保存挑選等等 每一件東西都佔你一秒的時間 你東西越多你時間越少 所以你要去想 你現在所有眼前的東西 都是你的代辦事項 你看你的代辦事項 長到哪裡去 對不對 找不到 真的很細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讓你的代辦事項少一點 不重要的都給它化掉 比如說 嗯這個 這個杯子想說到時候 如果把它拿來種花不錯 這個代辦事項化掉 不然你就現在立刻去種花 立刻現在把花種進去這個杯子裡面 就是要嘛你就立刻 不然你就是把這個代辦事項化掉 把這個東西從你的生命中去除 你就少了一件要做的事情 例如 這些都是代辦事項的話 食物立刻把它吃掉 書立刻把它拿出來看 包包立刻拿出來背 就是 該做的事都要做 衣服立刻就拿出來折一折 立刻拿來穿 對不對 你就是立刻 結果有沒有 發現身上多了很多東西 包包也背著 衣服也穿著 拿來吃 一邊看書一邊吃食物 超忙 立刻 好 再來觀點的轉換 光是那個東西長在那裡 你就多了一個壓力 像我說的 比如說那個遠方的吉他 你會想起以前我有在彈吉他 我現在那個在那裡就提示我 我都沒在彈吉他了 或者是說 那一個跑步機在那裡提示我 就是要跑 我就沒有要跑 那 要嘛 你現在就是上去跑 每天跑個三圈也可以 有跑就好 就是原子習慣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像我們一日一捨 日曆也是這樣 我每天給你一個很小的任務 你只要看那日曆寫說 丟掉一根不要的湯匙 假設是這樣 好 你只丟一根湯匙就 哇也太easy了吧 我根本就是一個斷捨離的小天才 可是 你明天又再清一個什麼 不要的票券 哇!我今天清了一個票券 我真的是 蠻優秀的喔 365天下來 你已經變成肯定自己的高手 而且你變成一個斷捨離的 就是人才這樣 超厲害 好 還有 如果 如果你這個 你對這個東西沒有愛的時候 你就不會用 丟掉它們 並不是失去 而是重新獲得空間跟時間 你會釋放壓力 這個是好處 很多人跟我說齁 丟東西很痛啦 丟東西很捨不得 一定的 可是你知道嗎 當你丟掉這些東西 或者是送給別人之後 你過幾天 你享受到的是一個乾淨的環境的時候 你完全忘記你丟了什麼 好不好 所以 我覺得 這個 他也有提到一個就是 反思你每一筆的消費 你記帳是為了了解金錢的流向 反思你的消費行為 重新對物品 金錢的規劃跟運用 可是他們 我們以前的記帳都是為了記而記 影印一元 然後只停留在記 可是 既我們花了多少錢買了什麼 買了這樣東西 你要去想喔 買了這樣東西 對我的生活有幫助嗎 我最近有跟媽媽長 還有錄一集Podcast 如果你們有機會 可能很快就可以聽到 是我們對金錢的觀感開始不一樣 當你買東西 就是買一個爽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亂花錢 浪費錢 那你在斷手離的時候 會覺得很懊悔 就哎呦 天啊我買一大堆垃圾 我到底在幹嘛 就是很痛苦 但是如果 你在買東西之前 你先思考一件事 買了這樣東西 對我的生活有幫助嗎 有 錢都把它開下去 沒關係 比如說買了這台電風扇 對我的生活有幫助 涼爽 心情很好 好買 但是如果你買了 比方說什麼 什麼便利的生活小物 結果發現就是 買了一堆雜物爛東西 然後發現根本沒有想像中的厲害 那你就是浪費錢 所以你去想 買了這個東西 對我生活有幫助嗎 買了一本書 對我生活有幫助嗎 有超有幫助 買起來好不好 直接買起來 然後你可以去想想看就是 用你實際的時薪到底是多少 用你想買的東西去處理你的時薪 你要工作多久才可以換一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真的值得嗎 哪怕它是五塊喔 你都要想清楚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寫一個精準購買筆記 那個物品的名稱啦 價格啦 需要的原因啦 然後買東西之前 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這個東西值不值得放在你的購買筆記上面 比如說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它真的值得寫在上面 真的有需要去買嗎 再來就是自我提問 你就說我真的有需要這個東西嗎 我想買這個東西有多久了 然後我家裡有替代品嗎 如果有替代品的話 也許你就不需要那個東西 比如說我真的有需要打蛋器嗎 筷子不能取代嗎 可以嘛對不對 還有刀口的定義就是 你現在很必要 而且可以獲得最大滿足 剛剛它前面有提到 錢要花在刀口上 那你現在有必要 而且可以獲得最大滿足的東西 然後就算你賺不多 你也可以享受節約的 就是有質感的生活 把你的錢花在刀口上 那種可有可無的 有到沒有差不多的 你真的都可以把它省掉 對 真的去好好想一想 然後還有 消耗庫存的過程 會抑制你的購買慾 不管你是美妝品的庫存很多 或者是你的 文具的庫存很多 反正你是什麼庫存很多 你都把它拿出來 擺出來 把它擺出來 以我好了 因為我很喜歡筆 我非常喜歡鋼筆 鋼筆 然後我就很多很多鋼筆 可是我真的有在寫 所以我寫的速度很快 我可能之前 買了20支鋼筆吧 然後我把它 就那裡面的管子 就是寫到沒水這樣 我寫寫掉的筆這樣 我剩下目前大概剩下4支左右 我就覺得 我真的蠻厲害的 我真的有在消耗它 我覺得這些鋼筆們也很開心 我可以每天寫那麼多字 把它們耗費掉 所以 如果你去 消耗你庫存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真的會克制購買慾 天啊我還有1000多片的面膜 我真的敷得完嗎 我還有這麼多的彩妝 我真的畫得完嗎 然後 少了物品代辦清單 就是少了物品的代辦清單 你看喔 我本來有10盒的什麼15 但是我現在只剩5盒了 我代辦清單 就少了5盒了對不對 你各方面都會保留餘育出來 而且 不消費的挑戰 我上次不是有提到 我2018有一個不消費的挑戰 我不買衣服 鞋子包包之類的對不對 那 並不是一毛錢的不花 而是用最低限度的開銷 就是說 我一年可以花多少就好 這樣就很厲害 你就可以滿足你的生活所需 所以 其實 我覺得 卡欣的這一本書 真的有很多很多重點 我這次講了前面的幾段而已 那 他還有教很多啦 例如說 在家裡 在房間裡面蓋豪宅啦 然後或者是 依照自己的習慣性來收納啦 或者是 替自己預約自己的離線時間 等於是 網路斷捨離這樣 還有寫日記啊 還有說布的勇氣 甚至是 理性的看待他人的物品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別人的 都想丟別人的 對不對 可是你沒有想過 你應該要整理 或是斷捨離自己的東西就好 因為 不要去丟不屬於你的東西 你在丟那些東西之前 你要先確認 物品的主人是誰 請物品的主人自己處理 比如說 你發現這有的沒的都不知道是誰的 那你把它裝在一箱 拿去給你老公 直接給他處理 所以 整理的過程 盡量不要問別人說 欸 你這是垃圾吧 你會讓人家覺得很敏感 因為垃圾這兩個字 讓人家覺得 你很不尊重人欸 是的 對不對 你覺得是垃圾的東西 我覺得是寶物啊 可是你可能還可以問他 欸這個有在用嗎 你有需要嗎 這可能是比較合理一點 因為沒有人希望自己的東西 被說是垃圾 所以後來他就是跟他室友 有一個小默契說 只要不是我管轄範圍內的東西 不管有沒有過期 不管有沒有過期喔 有沒有壞掉或過期 統一都放進一個箱子裡面 給那一個人看一下 那是他的東西 那不是你的 你也不希望 也許你有一個 好像又來了 也許你這個護手上 對你他是過期的 可是你的 你一看 欸當蛋雕 可是那個人就覺得 我還可以插腳 那所以沒關係 給他自己決定就好 所以 知道不是你的東西 你都放進箱子裡面 然後 如果 你在整理那個當下 對方不在 你可以傳簡訊 或是 就是用相片問他 像之前我們就是 有那個媽媽沒有在 不在家 所以我們就把 也許他可能會在意的東西 一直拍給他看 然後他說 啊那個不要那個要 他就會決定 他就會覺得你尊重他 所以你就專注 整理自己的區域 然後尊重他人的需求 我相信你的 不管是室友啊 家人等等 都會開始潛移默化 好 那私人區域跟 共同區域的話 有自己的區域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 物品分開來放 比如說你跟你老公的 不要共同 把你們所有衣服都穿插 在同一個衣櫥裡面 你可以分成左右邊 也許哪一邊是你老公 哪一邊是你的 因為這樣子就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你有好好把你自己 這一區整理好 所以如果可以 你也可以在你們的衣櫥啦 櫃子上面貼一個地圖 例如說哪一格有什麼 全家人只要看那地圖 都可以知道東西在哪裡 而且物品的主人 有權利去決定他東西的去留 有時候只是對方懶得處理而已 所以把那個東西還給他 給他去整理 然後讓你自己就是 好好的整理你自己的區域就好了 這樣子就好了 好嗎 然後就是 他這裡有提到一個 讓長輩斷手禮的方法 他說 如果你要讓長輩斷手禮 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 請你就是把你的長輩 想像成他是一個你的上司 或者是你一個尊貴的客戶 你不可能跟你的上司講說 欸 你要抗10年啊 你要抗10年啊 這樣他是不是很不爽 所以你可能會 但是你對你媽你會這樣講 所以請你把你媽或你婆婆 當成一個尊貴的上司 或者是客戶說 欸 媽媽請問一下你這個東西 就是有需要嗎 那我這樣幫你分類可以嗎 就是委婉的給予他一些好處 好好的跟他講話 那他就發現喔 卡欣就發現他婆婆齁 不是捨不得丟 而是整理這件事情 對他太耗精力了 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回去整理的話 他真的提不起進來 我也有發現 請我們去的長輩 欸你知道我們真的是囤積界的高手 就是我們真的是 囤積終結者啦 囤積終結者 我們很多很多長輩 都願意讓我們斷捨離的原因 是因為 他只要坐在那裡 然後所有東西都集中好給他 看他就決定就好 而且不管他做什麼樣 決定我們都尊重他 只是當然有時候也是會說服他一下 就說 欸你這個海苔的湯還有一百的 那他真的會斷捨離 所以很多時候是長輩沒有體力的 不是他不要做 所以你就是起初你只要 讓每一個東西都拿出來 讓他判斷 那他婆婆也是 每一個東西一直判斷一直判斷 很累很疲乏之後就說 好那我真的很累了 那授權給你們 所以授權很重要好不好 就交給你們決定的時候 你就輕鬆多了 然後當然收納整理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技能 不是一開始每個人就有這個技能 長輩他是初學者 你就想像 他就是剛進入這個斷捨離領域的菜鳥 他真的很不會 所以你要隨性 你要放低你的標準 如果他十個裡面他可以斷捨離一個 他已經很優秀了 不要用你的標準來弄在他身上 好那如果他可以做到30分 就已經很好了 比起完全拒絕你 四都沒在摸到他的東西 這樣好多了 然後再來就是 他願意整理真的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改變了 所以慢慢來最快 大家一定要記得這句話 慢慢來最快 你不用說服他 一定要馬上把你家的東西丟光 而是慢慢的陪伴他 把同一類的東西整理好 讓他知道他要什麼 但是如果他們不願意 也沒有關係 你換一個方式 把他們用不到的東西先收起來 代替丟棄 他比較有安全感之後就差很多 那今天講了這麼多 我講的這本書就是這個 理想生活的關鍵字 然後作者是卡欣 這本書真的很好看 我只講了一咪咪 可是我覺得他的很多理念都跟我非常像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真的超棒 長輩很適合一日一日 對他們來說比較沒壓力 對如果你覺得你的長輩就是有障礙 你可以給他我們家一日一捨的日曆書 讓他每天撕下一頁 看日曆的同時撕下一頁 長輩不是都有撕日曆的習慣嗎 撕下一頁順便照上面這樣動起來 就很棒了 好 那真的很謝謝大家來看我的直播 然後也謝謝送我心心的人 然後如果覺得我講的很棒的話 可以去理想生活的關鍵字去買這本書來看 然後一定要工商一下 然後請你可以追蹤我的 就是podcast解針也是人生 或是我youtube 就是收納幸福料心云 把我所有的直播都當成背景音樂 然後還有接下來年底我要開實體課了 我終於可以跟大家見面了 想要上我實體課的趕快來報名 好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